这年纪越来越增长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会开始很容易忘东忘西 再加上代谢变差 甚至出现了腰酸背痛或是体力 没有以前年轻时这么好 这些初老症状有越来越多人都有明显的感觉 专家指出人体老化是很正常表现 除了生活做起正常之外 正确饮食观念其实非常重要 若能减缓老化症状 也能让身体维持最佳状态 健忘被视为迈入初老阶段的典型症状 而能改善记忆力的成分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Omega3脂肪酸以外 事实上记忆力的好坏 也跟大脑中的神经传统物质乙烯胆碱息息相关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乙烯胆碱的分泌就会减少 进而导致记忆力衰退 我们可以透过摄取含有胆碱的食物 像是鱼被类和乳制品 来提高体内乙烯胆碱的浓度 对于对抗初老的饮食运动的话 我们会建议病人要实行规则性的运动 那这些运动的话 假如有刺激到你的智力 譬如说是有需要记忆力 譬如说运动下棋 这方面的话可能会让您 比较容易维持记忆力的一个稳定 医师认为进入初老是指病人有早期老化的现象 通常在中年以后就要开始注意 那譬如说记忆力减退啊 体力下降 有的时候跟你的原先的疾病状况有关 也会受到一些药物的影响 会让你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在当下的话 内分泌要注意的是你的甲状腺 因为甲状腺功能不足的时候 其实你的体力会下降 而且你的记忆力会丧失 所以初老的这个情形下 必须要排除其他可控制的疾病 再来看说是否可以做 提早诊断出初老的一些相关性的症状 就譬如说 哇 现在在拼经济 常常就是一个炒饭解决 或是一个炒面解决 那事实上 我们每天摄取的蛋白质都不够哦 那蛋白质都不够 怎么样去让我们身体有一个机会修补 然后身体的这个运作能维持呢 这个是一个重点之一 再来就是说水分的补充啊 为什么会便秘 大致上很多是因为水分补充不够 忙嘛 那就喝水喝得少 现在不少人为事业经济打拼 在这个重要时间点 要开始花点时间 在自己的身上开始养生 其实要先规划生活形态 水分和三餐的营养素足够 适当的运动 缓解初老 年过世时 我们的体力变差 可能连性欲都下降 那甚至还和病有一些便秘啦 然后食欲不振啦 那这些种种的症状 其实要告诉我们 开始就是一个初老的现象 那一旦发现这些初老的现象 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做自我的觉醒 随着年纪的增长 许多人开始出现睡眠障碍的问题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营养素 像是美 色胺酸 茶胺酸 和gaba 能增进睡眠品质外 时间营养学的概念 也需要多加留意 我们的身体有着食物消化 和新陈代谢的最有效时间 当用餐时间不固定时 就会影响到肠道菌群 近日影响 周夜节律与睡眠周期 若晚餐时间与睡觉时间 越接近的话 特别是少于两个小时 就容易导致睡眠品质不佳 医师提醒 步入中老年 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状况 除了务必提高警觉 也要改掉不好习惯 生活作息正常 肾学饮食 延缓进入初老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介绍日本游客来台湾旅游 必访的行程 专带日本团的台湾导游 也曾经在日本饭店短暂工作过 入浴机就在我这里 客人就站在这里 我拿给他 好 你要拿一个 听起来很合理嘛 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服务完之后 我马上被我主人叫到后面 结果他说 你知道你哪里刚刚做错了吗 我说我真的有做错 我说好 我不知道 他说客人今天要买东西 你就得落到外面去 站在他旁边 拿给他 对于服务品质非常讲究 更强调必须以客人作为出发点 也成为工作压力倍增的其中一个因素 在台湾 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 差十块 我补十块就好了 没事 不要让他有付过资料 有多或少 日本人不是 一笔一笔 今天一千笔 我就一千笔掉出来 一笔一笔对 他听到少五块日币 少五块现在才一块 台币一块 他特地回来 他从休息区就是回来 谨慎的工作态度 让所有人在工作岗位上 都得上井发条 这也许也是为何 日本出产的产品 在国际间被认同是品质保证 而在日本企业的用人方法 并不是募集为数不多的精英 而是在国内大量聘用人力 按照日本的统计 现在还是每年企业所招聘的员工当中 有四分之三 是属于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比如说他建造这家企业的时候 是由企业来分配他们职位 跟他们专场无关 那这个会当然会让很多的员工就认为说 我的专场我的兴趣不在这个领域 结果被分配在这个领域 我又不得不做 你想要再转职 其实很困难 第一个你的源额非常有限 你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工作机会可以选 企业每年招募整批没有相关专业或经验的新鲜人 一同进到公司从零交起 再分配到不同部门 而非求职者应征想去的部门 这些年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年轻人的反弹 根据日本的统计 有八成的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前 希望可以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 但实际上在日本也只有六成的企业 会在内定决定之后同步告知录取者 他们的职位以及工作的地点 终身雇佣制可能会造成通财而不是专财 因为在终身雇佣制 你必须要历练各个不同的职位 你之所以属于这个公司 并不是因为你的专业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人际关系 你如果人际关系好 你可以留在这家公司 这跟欧美国家 以你的专业为主的这种的拼用方向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日本企业采取的终身雇佣制 让公司充满无能的高龄主管 也逼得优秀人才灰心远走他乡 虽然对于日本上班族来说 终身雇佣制是一种保障 但对企业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 面对劳动力高龄化 日本企业也渐渐无法承受不断上涨的劳动成本 几十年的时间 那个薪资都没有改变了 几乎都差不多一样 但是物价会慢慢上升 那日本的话要 企业的话要 那个要培养那个竞争力 那一定是成本的问题存在 尤其在经济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 终身雇佣制势必会逐渐瓦解 尤其经过疫情居家办公 企业开始转换思维 朝向依能力与成效作为表现 让年轻人被提拔的机会更大 旧有的企业形态 也不得不加快脚步跟上趋势 TVB的新闻和江西丹池台报道 中午时间一到 小学生们乖乖排队打饭吃午餐 用地瓜饭当主食 葱爆牛肉当主餐 还有番茄炒蛋跟食书 配上海捷大骨汤 这些午餐料理 可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调配 发育当中阶段的孩子 尤其是国小阶段的学童 我们自己就配有一个营养师 这个营养师就会根据孩子 他们在成长阶段所需要的这些 热量跟食物的种类 我们这六大类的食物 每天都会做很精准的这个计算 然后我们就会有每个月都有菜单 那这菜单出来就是要符合孩子 他们饮食均衡 那包括他们所需要的热量 跟食物的种类来做一个调配 想维持健康快乐长大 饮食就是一大关键 而根据成功大学博士生 利用领口长根医院资料库的研究 分析了上千名居住在 北北桃地区孩童资料 以住家点位为中心 画出了国小低年级学童 步行可以达到的200公尺范围 并且以Google地图 找出区域内的各式台湾特色美食 将其分布跟孩童肥胖情况 一相对照又惊人发现 在学校饮食要特别均衡 不过除了学校之外 这个饮食当然也要特别当心了 根据最近的统计研究发现 在住家方圆200公尺这个范围 其实就跟身材肥不肥胖很有关联 除了在大家所认知到的油炸物 还有手摇引这种高热量食物之外 像我手上的这个卤味 也是肥胖的一大地雷 卤到超入味美味又耍水 让人总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相较于印象中肥胖指数较高的炸物 卤味常不会被特别控管 不管是在晚餐还是宵夜 都是不少人的选择 不过其实进一步细看 卤味对身体的负担 甚至对小孩的肥胖威胁 都是危险等级 我觉得那些酱料都是像沙茶酱 酱油 葱花 甚至是大蒜 这些额外添加进去的 还有关键就是 它可能还会再加上榨菜 酸菜这些 这些都是盐制物 高盐的食物在我们身体当中 代谢就会受到影响 甜不辣 辛辛肠 火锅料 甚至包含我们即便所吃到的主食 像王子面 这些加工过程当中 本来就加比较多的油脂 所以就额外吃进来 超过我们本来一餐量的油脂量 不只纳含量高 也藏着高热量 高淀粉 而常常被忽略的肥胖饮食 隐藏地雷 还不止滷味 第一个想要提醒的就是 其实是小朋友早餐 非常容易常吃到的玉米脆片 大家都会觉得最快速嘛 到了一碗 然后加牛奶下去吃 可是问题是我真的看市面上 非常多的品牌 含糖量都很高 第二个就是我想提的 就是果干 果酱更是 不起眼 没注意 反而更容易越吃越胖 根据世界肥胖联盟最新报告 目前全球已经有26亿人 过重或是肥胖 比重是达到了百分之38 根据计算到了2035年 每四个人就会有一人肥胖 其中儿少肥胖人口的增加速度 又比成人还要快 月计到了2035年 会是2020年比率的至少两倍 台湾学童也不例外 以国小来说 109还有110学年度 过重以及肥胖率 分别为25.4% 及27.1% 国中学生 两个学年度的过重及肥胖率 也都有升高的趋势 三大重点 第一个是含糖饮料的曝出 因为会影响我们身体 胰岛素的阻抗 瘦素阻抗 还有肠道变得不健康 比较我看到的大概就几个 一个是果汁 市售的果汁 一个是乳酸饮料 尤其是含糖的那种 第三个是现在很流行的 像坚果奶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普遍 大家家长们会觉得说 乳酸饮料里面有好菌 可以帮助我们肠道健康 可是里面的含糖量 其实非常的高 第二个是活动量减少 第三个就是睡眠不足 因为大家真的都太晚睡了 那这个会让我们的 生长激素 变得没有办法分泌 除了注意饮食 起居的日常 还有运动 也都是一大关键 超向健康生活 远离肥胖 从小就得要打好基础 TW的新闻 于心汉陈文岳台北 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